他們最喜歡吃它上面那個前端那個地方 對對對 那其實 其實我們都不會吃這個 是後來這30年前有沒有 我們就是很多種族就會開始混混嘛 然後混混之後 像那個山蘇我們本來也不吃 是因為我舅舅就是娶了一個 那個那個 那個花蓮的那個什麼 泰魯閣主 對對對 泰魯閣主他就來啦 他就來到我們部落 他說哇 這個山蘇很好吃耶 這個可以吃 他說可以吃 所以他就採給我們吃之後 試過之後 他們就說哇很好吃 我們才開始 才知道說山蘇可以吃 然後像這個疼心也是阿美族 教我們怎麼吃我們才會吃 對 然後這個很麻煩 他這個就是 他的這個刺啊 我看那個老人以前沒有手套有沒有 他本來就用衣服什麼包在手上 然後就用他的刀子有沒有背啊 就就先把他那個鉤子先打下來 打下來之後呢 他就開始剝平 剝完之後 他是一截一截的把它截下來 因為你如果說太長的話 有時候可能50公尺30公尺太長的話 不好帶回來 所以他們就是一個規格 然後就帶回來 帶回來之後呢 他們怎麼做呢 先去烘烤 先把那個裡面的水分全部乾掉之後呢 假設這麼粗的 那他大概可以分 看你要狠的寬度啦 然後你就去把它剝 然後就是用刀片有沒有 這樣子削 我看過那個老人家 所以他一個背樓做起來也花還蠻多時間的 你們泰亞不是一個很有名的編夫爺爺 泰亞爺爺啊 他住在信賢 信賢 不是沒有要保護 對焦 我 lip Abs� 谢谢大家